好 歡迎歡迎李財生活通在我們今天這個單元當中 跟大家來探討一個議題 其實這個議題讓我看到之後覺得非常非常的震驚 所以今天很開心 那麼請到這位主任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大家好好地來探討一下 先歡迎向我們商業週刊議題中心的主任吳忠傑 忠傑好 聽眾朋友好 雲芬姐好 對 我很謝謝忠傑啊 其實工作很忙 然後還有採訪 然後他就說 好 我一定幾出時間來 我就覺得很感動 是 是 一定要來的 不過這議題真的讓我很吃驚 我講真的 我們都覺得說那種外送平台 都是虧錢的 然後都在補貼的 可是呢 這隻熊貓賺錢了 對 為什麼 是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嗎 對 而且其實他不只賺錢 因為當初是我們的同事何沛山 然後他來爆出這個線索 然後他就後來明查暗訪發現他不只賺錢 而且他的年營收大概已經上看700億 各位700億是什麼規模的數字呢 好 全家便利商店 全台灣幾千家店嘛 對不對 他營收也不過就是900億 然後而且700億這個數字 甚至我們不要跟實體世界的人比 我們跟電子世界的人比 他也已經超越過PC Home全年的營收了 所以其實他的規模已經做到非常驚人 然後就像剛剛雲芬姐說的 更嚇人的是 哇 他竟然可以做到賺錢呢 因為大家就像剛剛講的 大家印象中就是一直撒優惠券啊 然後一直幹嘛幹嘛 就是給你各種優惠各種補貼 這種事業怎麼可能賺錢 結果他賺錢了 然後到底他怎麼做到 其實我們明查暗訪 然後訪了不管他們 訪了他們的供應商 訪了用戶競爭者等等之後 我們發現其實他最有趣的是 他在每一件小事情上 他都做到非常細 非常精 而且非常透徹 然後他還不斷的去測試 做各種 就是不斷在拓展邊界 然後不斷去測各種用戶的喜好 甚至是外送員的喜好等等 這個我們大家都可以再更進一步分享 對 因為我看到就是資测會的調查嘛 就會發現到說 Fulpanda他78% 他很高欸 然後我覺得你們在描述的場景 所以為什麼要常常看周刊 就是說他跟那個網路很快速的訊息不一樣 他有很多場景的一個描述 也就是在那種小村小鎮 然後你無法敬畏到的地方 他都能夠找得到啊 對 很有趣 像彰化 鼎帆婆 就是大家都到水五金 文明全球的一個小鎮 然後但是雖然說他其實是在鹿港附近 不能算很偏僻 可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台灣很多鄉鎮 有些地方是連那個門牌 搞不好都沒有的這種地方 然後當地居民每次就會很驚訝 這個地方連門牌都沒有 為什麼每次都可以有一個穿粉紅色制服的外送員 就是找到這個地方可以外送 你知道他們是什麼找 這個地方Google Map你沒辦法定位喔 Google Map輸入之後你找不到這個地方 可是他就會在訂單上備註說 好 你可能先看到了哪一條路 什麼樣的門 然後你就要右轉 然後再怎樣左轉 然後就是找上門 而且不只是這種彰化 他連離島澎湖的一個很偏遠的秘境沙灘 他也都外送 因為像那個KK Day 台灣一個很大的旅遊店商 然後他們的營銷長Yuki就跟我們分享說 他有一次就是在澎湖 他等於是一半要出公差 然後一半自己去玩 然後他就住一個秘境沙灘上面的民宿 方圓十幾公里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餐廳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他想說不然我打開外送看看 結果還真的有外送可以送到 那個地方已經是離馬公市區超過十公里 你開車至少都還要超過20分鐘的地方 結果他竟然叫得到外送 然後連民宿老闆自己都嚇一跳 想說怎麼會送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他們的佈局其實是非常縝密的 這個也是他們跟他們目前最大的競爭對手Uber Eats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Food Panda 他其實就是會深入很多很鄉鎮 然後甚至看起來不會賺錢的地區 他都去送 那Food PandaUber Eats他雖然說目前其實他的整體覆蓋範圍 也是已經普及台灣非常多縣市 然後可能連台東啊屏東都有 可是他們大部分都可能還是在比較熱鬧的區域 而不會真的是送到那種很深入很偏遠的小地方 你會去叫這個外送嗎 我還蠻長叫我是重度使用者 你是重度使用者 那你一定用過嘛對不對 兩個你有什麼樣的差別 我自己作為使用者的感受老實講 Uber Eats會讓你覺得比較高大上 他的介面很精簡優美 然後他的甚至配色或什麼等等 都會讓你覺得有一種氣質感 然後而且其實甚至以前人家在說 他的外送員好像感覺素質也都不錯等等 然後Food Panda他也不是不好 可是他打開來就是有一種 哇眼花繚亂的感覺 因為他的介面就是很豐富 很澎湃 什麼東西都要給你 然後而且非常多各式各樣的折扣優惠 你可以在上面好像像慢慢逛街一樣 就是在那邊搞不好選半小時 你都還選不出來你要吃什麼 這是我自己的感受 但是其實這個使用者或介面的不一樣呢 也體現出他們這兩間公司性格的不太一樣 就像剛剛講Food Panda他比較 他其實比較接地氣 我們同事這次採訪兩家之後 他給出一個很有趣的譬喻 他覺得呢Uber Eats像是穿皮鞋在打仗 然後穿西裝穿皮鞋打仗的正規君 然後Food Panda就比較像是那種穿破鞋赤腳 然後在那邊奔跑的這種 就是很接地氣的一支隊伍 就是然後甚至連走進他們的辦公室 也都不一樣 就是Food Panda你就看到就很像台灣的辦公室 然後可能你會覺得 就是怎麼不太像新創不太像外商那種 就是要很漂亮啊 然後很華美啊 然後甚至很有科技感啊 然後Uber Eats就是 我想像中的那種外商科技公司的辦公室 所以這其實很有趣 然後這個也會影響他們後代後續的很多連帶的策略跟決策 因為你是個重度使用者啦 我是一個那種搭便車的 就常常以前我們也發現到說 請人家在訂的時候啊 大家喜歡訂的 我們公司啊 其實Uber Eats比較多對不對 對不對 費用 對我都搭的便車 我知道是Uber Eats 但Food Panda竟然能夠業績這麼好 我覺得有一個關鍵人啊 這個關鍵人啊 我還在跟費用在討論 他們的執行長 方俊強 對 那以前其實我訪問過他 他是一個 我跟費用講說他是一個怪咖 對那時候他當然還不是他的執行長 還不是這個Food Panda的執行長 那時候我記得他出一本書 然後他來接受 對好像在跑馬拉松之類的 然後我們邀請他來採訪的時候 他說他可以來 不過呢 他腰受傷了 他不能坐 他只能站著 所以我就跟一個身高大概快180的人 然後仰望著他 我覺得他是一個怪咖 我訪問完之後 但這個怪咖就是他樂於協助別人 他樂於創新 可是我不知道 他去Food Panda當了執行長 請問一下 他的這個執行長的風格到底是什麼 他的領導風格 我們待會討論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好我們持續跟商業週刊議題中心的主任吳宗杰來聊一聊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跟他的執行長有很大的關係 他的執行長我覺得草根性也蠻強的 是 他其實是一個那種很熱愛生活的這種玩家 這樣生活玩家 然後可能像剛剛雲芬姐說他很熱愛運動 很熱愛很多休閒 而且我記得 我記得他現在是不是他之前我記得還留著長頭髮 然後就是一個很有性格的一個人 你看你現在幫他們拍的照片 你覺得有長頭髮 還很帥 所以其實我們這次採訪團隊也發現 我覺得真的什麼樣的人可能就會帶領出什麼樣的企業來 因為像以Food Panda來說 他們為什麼能真的這樣稱王 其實跟他們一直在很多小事上去不斷嘗試有關 我們剛剛說這種 有一點可能可以說是浪漫的感覺吧 所謂浪漫並不是說天馬行空去做真的不會賺錢的事情 而是他可能在很多事情 你用理性計算你覺得應該不會合 這個做起來可能不賺錢 就像你剛剛講的那個Google Map都找不到對不對 那我還給你標示什麼圈圈叉叉從哪裡左轉 對 所以這種地方你想說我還要把它劃進去我的外送區域 這個其實不划算 為什麼不划算 好舉例他們自己有舉個例子 比如說新店的山上好了 新店的山上住很多人嘛 那如果你把那裡劃進外送區域絕對不會合 為什麼 你一個外送員也許送上去 有單有人會叫 但回來是空的啊 就像計程車都不願意 計程車以前上山都還得加個30塊錢 不是 因為你回來是空的 好當然有人會罵說 反正空的是那個外送員自己去承擔游資啊 那個平台又不痛不癢沒關係 但是不是 其實這個對平台來說 就是不效益不效率的一件事情啊 如果我讓這個外送員 他就只專注在那個人最多需求 然後最密集的地方 那我一定是可以 媒合越多單 我抽越多嘛 可是如果我放他這樣上山 然後他下山空單 這其實對我來講 我也等於是浪費了可運用的資源嘛 那為什麼他們還是要這樣做 因為他們試了之後就發現 其實有時候你不試 還真不知道會有一些你意想之外的收穫 好同樣舉剛剛山上的這個例子 可能這個人 他也許平日晚上或者假日 他住心電山上 他偶爾或每個禮拜叫一單好了 這看起來不划算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他如果因為這樣跟你養成了習慣 跟你產生了連結 但他一到五 搞不好都在敦花南路上班啊 他一到五每天中午都要叫便當 甚至他還呼朋飲辦 跟他的同事一起叫便當啊 所以其實你雖然周末賠那一單 但是你可能賺到了他一到五的五單 而且甚至搞不好是大單 所以這個其實是他們試了之後才知道的事情 然後他們所謂這種不斷的試 然後去試出很多的新的方程式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他們去試說到底要怎麼樣在最多需求的時刻跟地區 可以讓最多外送員上線 這個意思是說大家都知道下雨外送超難叫的嘛 動作可能他顯示你家附近的餐廳都要五六十分鐘才能送到 甚至你的選項會變很少 因為他們外送員可能願意出來跑的人也變少 然後叫的人又變多 所以你的選項變少等待時間變很久 那這時候要怎麼辦 當然就是你要想辦法用盡一切方法 鼓勵外送員在熱門時段去到熱門區域上工 所以他們就一直試到底要怎樣才能讓我的外送員願意配合 只給錢好也許有用但可能還不行 那你還要怎麼做呢 他們做到一個我覺得很有趣很細緻的事情是 他給天氣預報 而且給天氣預報還不夠 反正天氣預報我上網看就可以了 那我知道今天降雨概率90% 可是他說這個其實不是真正左右外送員要不要出去跑的關鍵 他要知道的是每個小時的降雨機率 甚至是降雨量 因為我只看今天80%好了 可是搞不好整個上午其實沒下雨 他只是傍晚下兩小時 然後在某個地方下 那我其他地方還是可以跑 或者說我甚至逆向而行 我乾脆在下雨的那兩個小時跑去最熱門的地方跑 我臨時一點但我會賺多一點這樣 所以他給到的是每小時每地區降雨量 所以他們甚至為此去找上國外的那種天氣風險預測公司 然後去取得這種很精細的地區 每小時降雨量 然後發送給外送員 而且這樣還不夠 他還要再做到什麼事情 已經給你這個降雨量預估讓你知道了 可是他還要做到說 我引導你去到最需要的區域 就是他透過這個手機APP 因為外送員接單也是靠手機APP 然後他看哪裡有單哪裡有需求 他就去跑 然後所以他們手機APP上面就會跑出一個很明顯的這種提示 他去找那種專門設計優化使用者介面的團隊 來幫他們優化說 他確保外送員在熱門區域熱門時段一定會看到 這個時段現在每單加10元 這個時段現在每單加多少元 很視覺化很直覺 然後去鼓勵這些外送員 一定要在最熱門的時段去符合那些需求 我聽你這樣講 我想要跟你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在過年前 過年前其實我去那個貓空 然後我們去貓空那吃完飯下山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朋友要分兩批走 所以我就變成要叫計程車 可是我跟你講 我們叫了40分鐘的計程車叫不到 然後後來就搭輪流叫 總算有一個人叫到了 然後後來那個人我就說 為什麼計程車這麼難叫 他就說這裡不會有人上來的 因為上來之後你們都只坐到捷運站 他說我根本賺不到錢 他說那個老司機都知道 你們這些貓空叫車的人都叫不到 死都不會上來的 後來那一天他就說我賺到了 因為我朋友要到內湖 所以他送我回家 所以他就說我好高興 他說我就傻傻 因為他說他是菜鳥 結果他就答應接單了 接單之後你看他可以從貓空 回到這個再到內湖 你看他就可以賺到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一樣計程車司機或者是外送員 他一定知道就說 他說這附近到底有沒有人要坐車 或者是需要叫外送送餐的 所以他們都會選擇對他們最有利的 但你是一個公司 你要提供什麼樣的一個服務 這個很重要 對你要提供怎麼樣的誘因 去鼓勵這一切的事情 可以最大化盡可能的發生 然後但是他們的這些事 他也會有反向的事 我意思是說 比如像剛剛講的 這個外送員這些事情 他試到這個東西 他知道外送員會有感 我就要把他做到極致油門催到底 就像剛剛說 哇我要做到連去找天氣公司 然後提供每小時這樣 可是他試到 他發現 這個東西其實人家不一定有感 他就可以收手 比如說優惠券好了 發優惠券會是 觸發消費者購物的動機 比如說我今天給你9折 我給你免運券 或給你什麼 但他今天就會試說 好我給你9折 我下次給你89折 我再給你88折 去試說 我如果多給你那0.1折 到底會不會讓更多人更有衝動 想要來叫食物 想要來叫這些超市東西的外送 然後譬如說 只要他發現 原來我給到89折跟88折 根本沒差 那我就不用給88折 我給到9折 原來跟給89折 根本沒差 那我就不用給到89折 所以他會去這樣 一直試一直試 他發現這個地方無感 那我就可以把一些資源 收起來收起來 然後再轉而把資源投去 人家真正會有感的地方 就像剛剛說的外送員 因為外送員其實也是一個 他非常重要的利害關係人 沒有外送員 他這個生意也崩完了 所以就是他會把資源 這樣一直去測試 一直去測試 然後有感的就加碼 無感的 他可能就稍微收斂一點起來 我看到你們報導 另外一個重點 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我覺得疫情現在比較緩和了 那有可能就是說 都可能要解封了 然後口罩什麼都要更鬆鬆了 那我本來以為說 那外送的應該會降低 就沒有 是不是大家習慣已經養成了 對 其實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是方便 真的是一試過就會回不去的 其實外送 確實它比起疫情最高峰的時候 它的那個使用比例 有降低一點點 但是其實你跟疫情前比 它還是更高的 然後其實長期看下去 專家來都是預估 應該這個未來使用的比率 還是會繼續走高 但確實其實很多人就是 試過這個方便的滋味 我在家裡我什麼事都不用做 就會有餐點送上門 我也不用煮菜 我也不用還走出門 走10分鐘 然後大太陽去買午餐 這個是回不去的 就像便利商店 明明東西就比較貴 選項也比超市少 但就在我們家巷口 那就是永遠會有生意 這就是一樣的道理 好 其實他們也有一些爭議 也不是說它就一帆風順 它爭議其實蠻多的 消費者對它也是有意見的 我們待會會跟大家 來做一個分享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靜下廣告 待會繼續再聊 好 這裡是阿萊Radio重要流行話 歡迎再回到理財生活通 第二個小時的節目現場 我們現場的特別來賓 是商業週刊的製作人 這個吳中傑 那麼他也是議題中心的主任 我們幫忙把他的 這一篇的一個報導 那麼貼在粉絲團當中 讓大家同步的看到了 不過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台灣人喜歡外送 這比例 這在疫情之後 並沒有減緩太多 反而大家都已經是習慣了 所以我常常就罵我兒子說 你全聯就在我們家過個馬路 你就可以去買 你為什麼還要再用叫的 用外送叫的時候還有優惠 因為他會給一些折扣 你怎麼跟我兒子講的一模一樣 真是的 可是真的會比較划算嗎 會 當然缺點是 比如說菜啊肉 你不能挑你喜歡的那一盒 但就是他幫你送上門 因為譬如說平台現在多少 還是維持一些補貼優惠 可能滿400折60 滿600折80還多少 那就比你親自走去店裡買 還便宜 有啊 他有一次還是全家 然後也是送過來之後 我說我沒有訂吐司 他說送的不用錢的 但是就像剛剛韻芬姐有說到 其實外送也確實有蠻多爭議的 這個是不可否認 因為譬如說像最早的爭議 大家都很清楚 到底外送員是僱傭還是承攬 簡單講就是他到底是不是你的員工 還是他是怎麼講 來幫你打工的 應該說他有點像是freelancer這種概念 這樣自由工作者 因為那時候這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你要不要幫人家保勞健保 你要不要幫他保團險 你要不要幫他保什麼 這些很多的所謂員工福利 這是最早的爭議 然後後來包含說像Foodpanda 其實他有好多次 他都開始一直在多加收一些費用 譬如說最近有一次是去年 因為現在不管是UberEats或Foodpanda 他們都會推出這種會員訂閱制 譬如說我一個月多少錢 然後就那個外送費以後就從此不用了 吃到飽這樣 那可是後來Foodpanda他就開始推了一個 每單他要加收幾塊錢 就是說因為可能成本提高等等各種原因 總之他們就是要加收這個費用 那就引起很多消費者反彈 想說明明我們當初怎麼講 這也算是一種買賣契約 不是就是吃到飽嗎 結果你為什麼現在要開始每單加收幾塊錢 那另外還有譬如說像更吃錢 他們可能會縮減外送員的一些費用 然後或者是說加收一些對餐廳 對店家的費用等等 那其實也都是會一直遭到各方的反彈 但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蠻現實的情況吧 因為其實確實現在對很多餐廳業者來說 外送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營收來源 當然我們也會看到有些人就是堅持不接外送單 因為他可能覺得外送一單要抽30%或甚至更多 然後對他來講不划算 但有些店家他可能店面位置不是那麼好 可是他可以靠外送做的下下交 那確實在台灣 因為目前也就是Fu Panda跟Uber East兩大外送 你不在A平台階段 你也只剩下B平台 就是你沒有太多選擇 這個市場某種程度 其實是有一點點的好像被壟斷的感覺 那當然還有其他現在還有蠻多新興的平台 譬如說我們這次的報導後面有提到 很多人都也沒有想要坐以待斃 譬如說我們看到很有趣星光三月百貨公司 他也有他自己的美食外送車隊 那更不用說像全聯啊 加勒服啊 這些超市零售巨頭 他們現在也都有自己的外送車隊 甚至連統一 他其實之前也併購了一個做外送的新創 他們自己也有自己的外送服務 等於說你除了可以在Uber East 在Fu Panda上面叫到這些超市啊 零售業者的東西之外 你也可以在他們自己的官方網站 或是他們的App上面去選擇他們自己的外送 那為什麼明明我有一個好好的合作平台 不用我要自己去耗費周章蓋這些東西 其實大家就是不想要坐以待斃嗎 因為其實外送就像剛剛講 他其實會慢慢變成一種所謂新的通路 什麼意思呢 我們以前過去認知的通路是超商超市百貨大賣場 這些叫做通路嘛 可是其實外送搞不好以後也會變成一種新的通路 等於就像電商也是過去20年做崛起的一個 大家已經很習慣它是一個新的通路 其實慢慢的外送可能也會變成一種新的通路 它就是一個真的直接從商店到你家的這個通路 而且它還比電商通常要來的更快 那既然一個新通路正在成形 那這些零售巨頭當然就是不會願意坐以待斃 大家都說通路就是King啦 通路是一個王道了 可是就像我們剛剛講過了 各家都在做都在做 所以像Foodpanda這樣的一個崛起的話 那會不會讓一些零售業者或超商業者 甚至比較大的量販業者都開始很緊張 是啊其實大家都是很緊張又愛又怕 一方面我當然不能不跟他合作 他這麼大他可以幫我接觸到這麼多消費者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一切都仰賴在他手上 那我不就像是把自己的脖子送出去給他掐這種感覺嗎 因為未來這些外送的消費者的資料 然後他們的消費行為 這些現代最珍貴的所謂數據 你都掌握在別人手上 那你以後玩什麼 或者是說如果你真的都把這個通路的主動權讓到平台手上 那他以後對你要漲價就漲價 他要你幹嘛就幹嘛 那你就失去主導權了 所以這些人其實確實是又愛又怕 他們現在都一邊自己加緊腳步 在建自己的外送通路 像全聯可能有些人也已經用過 他有個叫做小石答的外送 就是標榜說送出單後一小時內可以送到你家 那就是他們很積極在建立的服務 我真的覺得我好像太脫節了 我得趕快趕上這樣的一個速度 因為第一個我喜歡摸到看到 第二個我會覺得當初去買菜然後就走走路嘛 就出了一個巷口其實還算蠻方便的 所以這些是我要克服的 第三個其實我發現一點 就算我在網購好了 我在大賣場的一個網購好了 其實網購還是比較貴 我除非就是說真的我不想去搬衛生紙 那我就請他送到家裡 不過一些東西我還是希望去現場買 還是便宜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未來可能在價格上已經越來越少人注意了 對其實也是因為現在而且通膨嘛 其實很多人如果你不是每週每天去超市看菜買菜 其實你有時候還真的沒發現 原來這個東西默默變貴了 那所以大家對價格的敏感度可能也下降了一些 對因為在方便之下 你的價格敏感度其實是下降的 像我們這價格敏感度是很高的嘛 對你就願意去用時間去換取那樣的一個金錢 不過因為剛剛講過這些公司其實都叫科技公司 可是他們也面臨人力的問題了對不對 對其實要找外送員也不是這麼容易 而且之前甚至外送員也開始慢慢有一些出走潮或氣跑潮 就是說我不當外送員了 因為老實講這也是我們現在很好奇的問題 到底人力都去哪 因為譬如說科技業半導體廠也找不到人啊 然後結果很多其他 餐飲業也找不到 然後可是半導體廠也說沒有我還是人力缺口很大 然後結果現在之前還有很多人說很多人可能就去跑外送 然後做網拍然後甚至做直播什麼等等 可是現在外送其實也開始有一些氣跑潮 所以他們其實現在也都要很用心的去招攬 然後去留住這些外送員 就是不然的話 其實外送員的那個轉行轉職 甚至譬如說入職三個月一個月 然後就不跑了的這些比例其實也是很高的 所以其實大家現在都面臨這個新的挑戰 所以新的一年我覺得最關注的一點 也就在於說這個通路要做怎麼樣的一個部件 對不對 人要做怎麼樣的吸引 其實在我們這次的專題中我們還有提到一點是說 其實這個外送崛起之後 他甚至不會只威脅到剛剛我們說的這些零售業者 他甚至還會威脅到電商 然後威脅到超商 這其實是很有趣的 這個故中的邏輯也許今天來不及在這邊細講 但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到我們的官方網站上 或是到我們的app上面然後再去讀這次的專題 我覺得可以 而且我們有貼在這個粉絲專頁當中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我個人對這個議題非常非常的好奇 看完以後真的覺得蠻吃驚的 因為這些通路業者他聯手這些外送的業者 那他們到底有什麼打算這個很重要 未來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發展 價格已經不是主要的考量點了 便利商店也不是最便利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顛覆 對 其實大家可以更關注 比如說便利商店接下來的趨勢可能是 他也開始做超市電型 因為他覺得我在只賣便利可能也沒辦法了 因為有外送這麼便利的東西已經在發生了 那所以我要提供我什麼樣更多的服務 更多的價值等等 其實都是大家在下一步在想的事情 好好好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商業週刊的製作人 也是議題中心的主任吳忠傑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大家做這麼清楚的一個分享 我們把文章也貼在粉絲專頁當中 或大家也可以上上週的官網去看一看 謝謝忠傑 謝謝 謝謝 拜拜